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观念 叫做职业的不准 还有跟业余的神算 奇怪 职业的怎么不会准 但是业余的神算却好像很厉害 在前几天的直播里面 我里面的网友就有说 老师我想要知道说 我的另外一半有高 然后长相如何 我就跟他讲 其实你的这一种问法 就是标准的神算问法 神算问法就是一般的业余的 他不是在帮人家算命的 人他们在追求 我的老婆有多高 然后长相如何 我会几段婚姻 各位他们所问的都这样 我的身价会有多高 他们都会以数字 想要知道明确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端严这一种的算 当然算到最后 各位 还是一句话给你 相同八字不同命 你在算什么鬼东西 同样的 我们是职业 我们已经知道相同八字是不同命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算这种东西 而且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 职业命理师在面临到的问题 不是这一些数字的问题 他为什么来找你 你要先知道 为什么客人来找你 他本身有问题 他本身是有问题的 他有这个疑问 他有这个疑问 然后得不到解答 到最后他才要花钱来找一个 能够帮他解答 不然的话 他们刚开始就去问他们朋友 朋友没有问父母亲兄弟姐妹 关系月月日书远 都一直得不到解答 最后才来花钱找你来比忙 所以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 并不是神算 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 都是有跟没有的问题 这是什么情况 有跟没有的问题 就是说 老师 我的婚姻 会不会持续 老师 我跟这一个人能不能够在一起 各位 他们问的是这个 他不会问说我有几段婚姻 他们不会 他们会问 老师 能不能生孩子 他不会问我有几个孩子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 他生不出来 他来找你 他没有婚姻 他来找你 他没有工作 或者他工作出问题 他来找你 也就是说 面对的人 这一边你当神算 你面对的都是 叫做单纯问命 什么叫单纯问命 没有问题的人 他就单纯的想知道 我以后会怎么样 我以后会不会大富大贵 所以神算 倒是这一种 没有问题的人 但是我们说过职业命理师 他面临到的是有问题的人 所以 他在面临到有问题的人 他们的批命的角度方式就不一样 所以当那个网友一讲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是业余的 你这一个就是一般人的想法 要不要解 一般人认为 从八字想要看出自己会有怎样 可是实际上那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相同方式不同命 所以当人生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当你到30、40的时候 你人生有一定的经历 你就会慢慢的去知道说 其实就是想要知道 我自己现在的这一种状况 我要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不会再去天方夜谭的想说 我到底要怎么样 我到底以后八字会给我什么 那一些都是年轻人 或者是对八字的一种错误认知 因为其实八字来讲 他只是给你时间上的运势 还有空间 空间就风水的力量 他也是很强的 我之前是跟各位讲过吗 很多人八字无才 可是他依旧 桃花很旺 为什么 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 他就是很有钱 很有钱也可以旺桃花 谁跟你说一定要用八字 所以 人他是由时间 还有空间 这两个在交互去影响的 他才会产生一种现况 所以交通八字不会同命 所以你不要像一般人 样的想法 像要把八字算出来 他的命算出来 你算不出来 因为 每一个人同样 虽然同样八字 可是每一个人所处的位置 条件都不一样 自然他就不会一样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业余的神算 为什么他是只能业余 业余而已 但是他是神算 他只能当业余而已 但是职业的却不是神算 职业的不是神算 但是职业的 他就是在帮你处理问题 所以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这一种的我只能说叫做走马探花 给你画一个大笔 不见得有屁用 而很多人往往就是在追求这一种东西 到最后只是害了自己 而八字 他只不过是让你知道你运势的起伏 你知道了以后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我要怎么去应对我的运势 我的条件是什么 各位 这些都是空间的问题 就不是八字的问题 因为八字他给你的是时间上 那你空间合住 这才是重点 而不是八字决定的你的一切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又再见 拜拜